那我們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這個Clipping Match 你點一下之後呢會進到這個網站 比較建議老師您要用的時候可以用這個Google的瀏覽器或者火狐的瀏覽器 如果說您剛剛進的系統沒有裝的話 我在這邊有放 有沒有Google的或是火狐的 這個都免安裝 解壓之後你直接點開就可以用了 你就不用那麼麻煩 那進到這邊來之後呢 應該OK 對不對齁 它的具備呢您可以先看一下 像這樣子隨便畫一畫就做好了 因為其實老師不管做簡報也好 或者是您在有些時候可能你要做這個專案的東西啦 還是報告的 難免照片可能都要稍微處理一下 有些時候照片沒有出來 那一般來講我們最常想到的是什麼 叫做Photoshop 或者Photon Impact之類的 但是那個都是父輩的 那你說免費的能夠做得很好的好像不多 那這個網站 連軟體都不用開嘛 網頁開好就好 我們來找看看好不好 來 老師有沒有想去備什麼樣的圖片呢 最近比較紅的 叫做 哎呀 走完跟我想的一樣 那代表我引導正確 開玩笑齁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圖片 我看一下有沒有我們家的輸入法 昨天晚上去明治沒有我家的輸入法 就比較慢一點 好 黃色小鴨 你要哪一隻 蛤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嗎 這隻 還是要這隻 都好 假設我用第二隻好不好 我用第二隻點一下 像 後面這個 就有點像合成的感覺 呵呵 不太像齁 好 但是老師稍微留意一下 你這樣點進來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圖片的大小是多少 有沒有稍微比較小張一點 所以其實如果老師您在Google裡面找圖的話 記得一件事情 你要會按這裡 因為按了這個之後 他就會把其他大小找給你看 這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圖太小 當然有些時候是圖太大 所以 您也可以直接從這裡去指定 有沒有 或者說我只要大於多少的 或小於多少的 事實上現在有一些圖片已經到多少 這樣喔 很大的齁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可以找到更多的 那我們一般來講 如果說你要做區背 最好就是圖片 不要太小張 因為太小張有時候那個 解析度就蠻差的齁 所以我大概就選操 一千像素左右就可以 好 點了這個 但是還要留意一下喔 很多人會在這邊 就直接按右鍵 存下來了 但是這裡的還是小張的 所以請你按查看圖片 因為我很多時候發現 比如同學也好 他們在用的時候 就在那一張就直接存了 結果看到都是小張的 嘿 好 那我就把這個把它存起來 好 這個 黃色小鴨 OK 好 那我找到了之後呢 我就先回到這邊來囉 你可以 直接 從這邊選 也可以怎麼樣 用丟的 比如說我在這邊 找到它的 就直接丟進來就好 這樣也可以 好 看你要用哪一種方式 它就直接把你傳到這個雲端上面去了 那傳上去的過程裡面 它會先給你看一下幾個簡單的說明 等到OK了 您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邊 工具 超級簡單 因為 要的就是綠色的 不要的就紅色的 畫錯 橡皮紗拿來 然後呢 筆刷大小 就這樣 還有一個還原 跟重做 就在這裡而已 好 你看一下齁 好 我們這樣做好了 要的 是哪一個 這一個 但是強調一下喔 這個網站 是不能太認真的喔 太認真的會失敗了 所以我現在有沒有不認真 我隨便畫一下而已啦 既然要讓老師沒有藉口的話 當然 喔 阿就 這樣 喔 小鴨嘴嘴不見了 趕快告訴他 嘴是要的 然後這裡 也不要 對不對 喔 做太多了 告訴他這裡是我要的 好 滾輪放大一點 喔 他這個顏色太近了齁 這裡我就把筆刷變小一點 筆刷變小的時候呢 他做的這個範圍就會比較少 好 做的範圍會比較少一點 我可以從這邊 告訴他這裡不要 有沒有 這樣 雖然這裡還有一點點不OK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齁 你可以放大一點點 像這裡放大一點點 告訴他這裡是我要的 請你不要幫我去掉了 點一下有沒有 點一下 點一下 很簡單的都點一下而已 這裡我就先不管他了齁 我就先回來 請問這樣子老師還有藉口不會去背嗎 我就這樣點一點而已 有沒有很快 很快對不對齁 所以 真的 讓老師來試一下好不好 來馬上試看看 今天 數位教材可以不會做 這個 不會用不行 不能回家 真的很簡單的一個 線上服務齁 很好用 所以 要讓老師稍微了解一下 等一下我們就把它下載回來 我們剛剛有跟各位老師提到 這個 你太認真不行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會不小心 在畫的時候 就在畫哪裡 畫邊緣 你看我這樣一畫 他就會做很多 跑到後面去的 所以其實 我剛剛在做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特別留意 我都很 認真的 畫在裡面 不要的我都畫在很外面 有沒有 對 因為你只要畫在邊緣上 因為傳統上我們都會想說 我就照著邊緣把它畫起來 可是你照邊緣畫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不小心畫到 比較多的地方 那他就會把那個部分怎麼樣 就會抓進來 抓進來齁 那萬一如果你做好了 你可以按這邊 直接下載 那最重要的 其實老師要知道 這個下載格式是什麼 因為 我們剛剛有看到 其實如果你看到 右手邊這個 看到右手邊這樣子的 代表他就是透明的 對不對 就透明了 所以其實他的格式就是PNG 叫PNG 因為PNG這個格式 我們平常 像一般數位相機的 就是JPG 比較多 或者像現在這個 單元的肉檔 可是他們本身是沒有 帶R8圈的 就是這個透明度的 那PNG呢 可以帶256種的透明度 就是從不透明到完全透明 中間還有半透明 所以如果你有漸層也是OK 還有一個就是 老師如果您可能之後 比如我是用在黑色的背景 你可以先比對看看 因為有些時候 你這樣看可能不太清楚 你可以給他一個顏色 簡單的顏色稍微看一下說 我在不同背景之下 大概有沒有去的乾淨 但是記得喔 如果你比對完了 請你要回到這裡 因為如果你這樣 它下載的時候 那個背景會一起下來 OK 所以你看 我在這裡把它存下來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 PNG的格式 有沒有PNG 所以這樣我就可以存起來 存起來待會就可以用了 那麼 如果您做完之後 可以把它上面 右上角這邊關掉 它預設的話呢 會幫您先記住 就是您曾經去過過的 會留在這邊 會這樣一次次下來 萬一不要了 就從這邊打XX就好了 如果你要重複使用 請再點一次 它就會怎麼樣 會回到剛剛那個畫面去 所以你還可以重新再做微調 所以比較重要的 你可以像這樣 那麼像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再找找其他的 好 像這個 我把它拿掉 像這個 點進去 這PixelNet一樣 按一下這個 看看有沒有比較大張的 你看有沒有找到比較大張的 喔 咦 怎麼有山寨版的 怎麼有這麼多種 有人都直接拿這個直接改 好 好 我假設找這個了 OK 記得查看圖片 這樣才會找到比較大張的 好 把它存起來 其實如果你的背景 跟 你要的 分得很清楚的 這個是最簡單 最簡單 那比較難的 通常都是在哪裡 就是 如果有混雜 比較複雜 事實上它也可以做這個頭髮的去背喔 也可以做頭髮去背喔 只是 你可能要多花一點點時間 去設定那些顏色 那這個一樣 我把它丟進來 好 您看到之後呢 在這裡一樣 要的 有沒有發現我都畫在裡面 好 這裡我也要對不對 假設這裡我也要 好 不要的 點這裡 有沒有就去的差不多了 齁 那您再看看說哪裡不OK的 點這邊 事實上如果有不OK的 您也可以在這裡做 你看右手邊 您可以搭配滾輪 滑鼠的滾輪 往前放大 往後縮小 齁 你看這裡 有一點不OK對不對 我也可以在這裡點喔 你看右手邊 我是不是在右手邊做的 跟我在左手邊做的一樣 這樣子 好像去的差不多 但是嘴巴這邊有少 欸 我再把它加進來 所以這裡我要加 你就不要點在這裡 我是不是要點在裡面就好了 他就幫我算好了 這樣很快嘛齁 所以 下次 黃色小鴨就來台中了 開玩笑齁 就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真的 在處理照片上 變得相對容易很多